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NPV市场上面是掀起了一股混动的热潮 很多最新上市的NPV车型都搭载了混动的系统 毕竟相比起纯电 混动确实是更加的实用 没有续航焦虑 也更受消费者的喜爱 那么我们身边的这一台 上汽大通MAXIS推出的全新的大家9超混版 实际上也是搭载了他们最新的ASIS超混技术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他们的第一次媒体试驾活动 就是想带大家抢先体验一下 看看这一套全新的ASIS超混系统到底体验怎么样了 其实相比起大家9的纯电版本 它在外观设计上面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改变 最主要其实就是下面的中网 在一些内部的造型上面开孔的一些细节方面 去进行了一个调整 同时应该它还会推出双前脸的一个造型 大家可以选另外一套比较接近于 大家9的那个燃油版G90的那一套前脸的造型 内部方面其实类似啊 功能配备呢都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体验的 还是集中在动力系统方面 就是看一下它这一套超混系统啊到底表现怎么样 那首先呢先跟大家聊一下这套全新的超混系统啊 它的全称呢叫做ASUS全场景智能超混系统 那么实际上呢它是基于一台1.5T的插混专用发动机 然后呢配上一台单档的DHT变速箱 再加上了一个P1加P3两台电机 共同组成的这一套系统 那么这套系统呢目前整体开下来 首先第一个感受呢就非常安静 因为呢上汽大通实际上在研发这一套动力系统的时候呢 针对它的这个舒适性 尤其是静密性的表现呢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整套的混动的机构呢 实际上都是采用了旋置 那么用了旋置之后呢 实际上它跟这个发动机舱之间呢 它就有一定的缓冲 所以呢它工作时候产生的很多振动呢 就会被抵消掉 从而那样整套混动系统本身的那个噪音啊 会得到一定的降低 那与此同时的话呢 它还用了一个P1电机那个部分呢 就跟离合器呢实际上也是做了一个同轴化的设计 不仅是缩减了它的体积 减少了它的那个占用的空间 同时的话呢也是由于减少了这个齿轮阻 所以呢它的这个工作的噪音啊 也是会得到一定的降低 再有呢就是那台1.5T的发动机本身呢 其实也是做了很多降低它工作的那些阻力啊 降低它的一些运转噪声的这一些处理 所以啊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一套的混动系统呢 它确实非常的安静 哪怕是我们现在打开了呃强制保电的模式 发动机其实已经启动了 但是呢它也没有呃很强的那种存在感 就是我们不能察觉到很明显的发动机运转的那些声音和动静 更不要说那个震动了 呃甚至说我们现在呃来一脚地板油 这种全速啊百分之百踩下啊 加速踏板的工况呢 其实是会让它的发动机介入去帮助整台车做一个更好的加速效果的 但是哪怕是这种高强度的使用工况下面呢 发动机的动静依然是极少的 我们很难察觉到它的存在 所以呢 这一套系统的精密性表现呢 是相当令人惊喜的 那根据官方提供的资料呢 这一套的DHT啊 这个动力分配的装置呢 它设定的这个存电工作区间呢 是0到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区间 所以呢 在一般的这个城市路况下面去开啊 其实你是不会用到发动机的 呃哪怕是你去到了高速路段啊 80到100公里这个区间呢 其实发动机也主要是用来做保电 用来做发电的用途 所以呢 它的那个工作的转速会不太高 然后呢 基本上你也很难察觉到它的存在 一直到100公里时速往上 你要去做120公里的巡航 这样子在高速路况下面呢 它才会进入一个发动机直驱的状态 来去做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 高效率的一个高速巡航状态 那其实这也是为了啊 弥补一下电动机 它本身呢在这种高速巡航路况下面的一些 呃能耗方面的短板 所以呢 呃这一套的混动系统啊 实际上它最终的那个目的还是让这台车开起来呢 是有电车的感觉 实际上它用上这套超混之后 它的这个性能表现动力表现呢 甚至比起它之前纯电的版本来得更好 因为呢大加九的纯电版跟这个超混版呢 实际上真正驱动的电机呢 大家都是一台啊都是单电机的驱动 但是呢 这一台呃超混版因为它多了燃油的发动机 当然说从最大功率的那个千瓦数上面 呃比起纯电版本呢 会稍微低那么几千瓦 但是呢 扭矩从纯电版本的那个350牛米啊 升级到了396米 所以实际上这台车呢 真正跑起来你会发现呢 它比那个全链板呢 还会更加轻松一点点 但实际上呢 今天开下来呢 毕竟作为一台这么大尺寸的中大型的MPV 而且呢这个电机也只有一台 功率上面呢 也不算说特别特别的突出 所以这台车开起来呢 虽然有那种扭矩爆发 即时的那种起步的轻快感 但是呢 当你真正想要去做一些比较激烈的加速动作的时候呢 其实你还依然能够感受出它的这个分量感在这里 它的一个动力的快感呢 其实是不那么强的 那当然了这一点呢 在很多车迷眼中可能觉得就不太有优势 但其实呢 作为一款比较高端的 尤其呢是比较会注重商务需求的MPV车型 大家就这一种的做法 这种的动力搭配呢 其实是更合适的 毕竟呢 激烈驾驶啊 跑得快 跑得爽呢 并不是这一类车型的使用需求 其实呢 他们的用户更多呢 还是想要获得比较舒服 比较顺畅的行驶体验 所以呢 这一台大家九的超魂版呢 它在动力体验上面呢 就很能满足这个需求 所以综合各方面来说的话呢 其实大家九搭载的这一套ASUS超魂技术呢 确实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不错 而且这种的出色表现呢 并不在于说它的动力有多么的强劲啊 实际上呢 这种出色是体现在它很合适 就是说呢 从今天它的表现给到我们一个信号 就是上系大通在做这一类型的MPV的时候呢 它很懂得这一类的车型 这一种定位的MPV 它需要怎么样风格的动力表现 那么像今天这台车 它很平顺很安静很舒适 它就能够满足到它商务用途的一些使用的需求 那么消费者呢 也能够更好地去体验到这一套系统带来的优势 确实能够有比较好的吸引力 那么这其实也是造车功力的一个很好的体现 就不是说好的东西就一定是各种堆掉 然后在数据上面做得非常的漂亮 其实合适的反而是比较难做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一台车型的市场前景啊 那么作为一台插混的车型来说的话呢 它用上了这一套插混系统的时候 虽然说是多了一个1.5T的插混专用发动机 但是呢它电池毕竟是比纯电版本要小不少的 电池做小了之后呢 实际上它整体的售价也会得到一定的下调 那么在大家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呢 这两款车型啊 大家7跟大家9的超混版呢 都是已经正式上市了的 指导价就放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教授猜的对不对 是不是比纯电版本低了一大截 那确实呢 这一款车型相信它这个混动版本出来之后呢 对于它的销量 对于它的市场上面的一个吸引力呢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毕竟呢 之前大家久在市场上面销售的时候是只有纯电可以选 那对于这样的一台尺寸的中大型的商务取向的MPV来说呢 其实很多用户都会有比较长途的驾驶需求 那么现在有了超混系统之后呢 它综合的续航能力能够达到1300公里的水平 那么续航焦率没有了 同时呢 这个价格再更低的话呢 实际上它的这个竞争力啊 又会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 所以呢相信这台车型的那个市场前景还是挺好的 好了今天关于这个大家久的超混版的第一次试驾体验呢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